海鲜的问题也比较严重 假如我们买到新鲜之后 不一定能吃到新鲜的 因为这个海鲜太难保存了 因为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 叫海鲜出水就三分臭 没错 是吧 有这说法 买回去之后该如何保存呢 各位 就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我们常吃的海鲜 到底该如何保存 才能延长它们的新鲜度呢 买回家的虾 需要用清水清洗之后 放入冰箱冷藏 并且最好在四小时内 烹饪并食用 时间太长 直接影响下的肉质 而贝类的保存 需要光线烧暗 这样能给贝类安全感 在宝箱盒里 铺上湿的厨房纸 保证湿度 然后把贝壳放进去 再铺上一层湿的厨房纸 放进冰箱冷藏即可 而螃蟹则是把蟹壳朝下 蟹爪朝上 然后盖上湿的毛巾 再放入冰箱冷藏 这样螃蟹也能保存 两天左右 不过所有的海鲜 不管如何保存 最终的目的 都是为了食用 鲜奔活跳的海鲜